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海鸡翅房菜 我是海帅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道非常下饭的菜 水煮牛肉 我会从牛肉的上浆手法 刀口辣椒的制作方法 还有配菜的处理方法 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遍水煮牛肉的做法 看完视频 觉得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赞关注 好了 下面我们就开始来制作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牛肉 先把牛肉给修整一下 把表面的筋膜都给它片下来 然后我们横着牛肉的纹理来切牛肉 把牛肉切成一元硬币厚度的片 接着我们准备一个小碗 在碗中放入适量的红薯淀粉 倒入少量的水浸泡几分钟 要红薯淀粉花开 然后我们做一个葱姜水 葱姜拍破放到碗中 再加一勺花椒 放少量的黄酒 加适量的温水 用手使劲地抓搓几下 把味道都抓出来 牛肉切好后我们清洗一下 然后沥干水分备用 切好后也可以直接上浆 在清洗好的牛肉中 我们少量多次的倒入葱姜水 用手把水分抓拌到牛肉中 一斤牛肉大概倒入三两左右的葱姜水 接着我们放入一勺白胡椒粉 半勺盐 一个鸡蛋清 继续抓拌牛肉 把牛肉给抓上劲 当牛肉有些粘手的时候 这个时候牛肉就上劲了 把牛肉抓上劲后 我们倒入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吸水能力强 我们穿水之后 可以锁住牛肉的水分 不容易脱浆 使牛肉肉质更嫩 在做水煮牛肉时 红薯淀粉要放得多一些 做好后就不用勾芡了 如果放的红薯淀粉少 出锅的时候 还要把汤汁勾上芡 最后我们倒入少量的香油 抓拌均匀 给封一下油 肉片就上好姜了 接着我们开始做刀口辣椒 准备些小米辣 子弹头和灯笼椒 用水清洗干净表面杂质 捞出控出水分备用 下面我们开始炒制辣椒 锅内留少许油 把辣椒先放进去炒一会儿 然后再放入花椒一起炒制 炒制到香味扑鼻 辣椒变色 花椒酥脆后倒入到案板上 等到辣椒和花椒晾凉后 我们用刀把它剁碎 把辣椒剁碎后 我们放到碗中备用 辣椒也不用剁得太脆 再另外准备一个小碗 放入一勺的芹椒面 再倒入少量的高度白酒 把辣椒湿润一下 激发出辣椒的香味 下面我们开始处理配菜 根据个人的口味 你觉得好吃就可以放 豆腐皮我们切成丝 莴笋切丝 蒜苗切成段 芹菜斜刀切成段 再准备些蒜末备用 锅内烧油 下入葱姜蒜 倒入豆腐皮和蒜苗 我们先炒一下 炒出来的配菜会更香 炒的时候少放点盐 给个底味 盐不要放太多了 一会儿汤也是咸的 放多了盐就咸了 把菜炒出后 我们倒到盆底备用 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窝笋 窝笋叶 芹菜 都给炒熟了 然后放到碗底备用 锅内烧油 倒入葱姜蒜 炒出香味后 我们放入适量的 皮鲜豆瓣酱炒出烘油 看到皮鲜豆瓣酱炒出烘油后 我们倒入青椒面 一起炒制 青椒面的颜色香味出来后 我们倒入适量的高汤 水开后我们开始调味 如果放到豆瓣酱比较多 盐就不用再放了 放一勺味精就可以 继续煮两分钟后 我们开到最小火 然后下入上好姜的牛肉 牛肉要分开下 不然容易粘连 牛肉下完后 我们可以用勺子轻推锅边 防止粘锅 水开后 把牛肉捞到盆中 倒入汤汁 嫌麻烦的朋友 也可以用牛肉卷来代替牛肉片 味道也非常的好 在盛好的牛肉上 放一勺花椒面 适量的蒜末 和做好的刀口辣椒 要把辣椒铺开 铺得均匀一些 锅内烧油 油温不能低了 最好用料油 油温八成热 把热油浇到辣椒上 再点缀一些蒜苗碎 或者香菜碎 这道水煮牛肉就做好了 颜色红亮又人 麻辣鲜香 吃的特别过瘾 荤醋搭配 做一道菜就可以够我们三个人吃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有什么想吃的菜 也可以私信给我 我给你们做 这里是海鸡四方菜